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好了 又到新的一天了 我已經數不到今天是第四天 我們現在去吃一間西餐 我上網看到很多好評 我有朋友在澳洲幫助我 打電話去訂位 所以我們現在趁了一點時間 我就去美妝店那裡走一走 Chemis Warehouse 可以說是在澳洲一個比較大型的藥妝店 其實我已經拍了開箱片 大家也可以去看看 裡面本來想拍給大家看的 但被人阻止了 所以來到這裡 我路經了一個這樣的公園 如果束帛可以來就好了 他一定開心死了 現在我們已經走了十分鐘 應該走多五分鐘左右 就到餐廳 今天天氣真的超好 這個感覺很寫意 終於有放假的感覺 自從昨天去完南山 朝七晚十一之後 我真的需要休息一下 我姐姐現在不行了 今天的午餐就是在這間 叫做3Williams的餐廳 它主要是一些比較輕食的西餐 可以喝東西和朋友聊聊天 因為天氣比較熱 所以媽媽就叫了一杯沙冰 感覺上很新鮮 完全不會很甜 重點就是這裡很出名的French Toast 每個季節都會有不同的菜式 今天這個很便宜 接著還點了一個 麥和芝士和肉丸的餡餅 其實這樣看的時候 完全找不到麥和芝士在哪裏 但當一切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裡面炸了 就已經有了芝士和通訓這兩樣東西了 好,我們吃飽飽了 原來那兩碟看上去好像不太大 不太多東西 我想說現在我飽到這裡 原本想著走到巴士 過去Darling Harbour 我都決定走半小時走過去 不行,真的很飽 選擇步行就是一個最好的決定 周圍的環境都很舒服 還有建築物都很可愛 這裏令我想起西班牙 而且這裏對小狗非常好 一些飲水機是有小狗粉的 不知不覺我們就走到目的地了 嘩,真的好曬 好,我們現在來到Darling Harbour 我現在在想著 這裏跟我八年前來是完全不一樣 我是完全認得這裏 八年前這裏不是這樣的 但我記得這裏是有摩天輪 所以對我來講一切 突然間就變得很新奇了 以前是沒有這樣的高樓大廈 一些ICC 然後,哇 這條改變得很大 我的眼睛是不是很蒙 因為現在超曬 今天真的超級好太陽 超級好天氣 好,那我帶大家走走這個情人港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海港的環境 非常之輕 這裏前面有一條橋 一會上去的 然後旁邊有些摩天輪 餐廳和商場 雖然說是一個很遊客的區 但你見到也會有當地人跑步 或者聊生意 我現在身處就是Darling Harbour那條橋 它可以由剛剛走那邊 即是比較新的那邊 放回去水族館那邊 原本我想預約這間酒店 這間是Sorvital City 話說這間酒店出名 就是它有個corner的房間 浴缸的廁所就是對著Darling Harbour 景觀是超級漂亮的 但是就索價2千多港元一晚 本來我是打算住一晚 然後拍照 但最後我也是理智 戰勝了我想拍片的心 好,現在就來到Queen Victoria Building 這個商場 這裡很標準的一個鐘 很漂亮 超級漂亮 另外一邊還有一個比較古老的鐘 你看到整個大廈都很classy 很漂亮的 然後整個廣場我自己最喜歡的部分 毫無疑問就一定是 這裡 你看一個檔 多漂亮 另一個好多人的景相位 就是這個窗 但看了整個環境 就知道我和這個格格不入了 我和這個臉包油 大家是不是很少看到我這個情況出現 不行了,我要用自己鎖一鎖油 現在是油浸的 在市區逛街之後 我們就去了吃晚飯 今天吃這間是日本餐廳 主要是吃不同的當飯 但也有其他不同的小食可以點的 環境方面是比較屬於間 比較像快餐店的形式 套餐裡面有沙律 還有麵豉湯 一些前菜和主菜 我這個就是牛舌鵝肝溫泉蛋當飯 然後我們點了一個小食 就是吞拿魚刺身 然後另一個當飯 就是燒牛肉溫泉蛋當飯 超好吃 這樣就是我們的第四天 我們今天來二層地圖 我們坐到室內 因為今天不是快要關門 那就不太妨礙人 我們找到鬼 後面看到有些人一直在買的桌子 就讓大家看看我們今天買了什麼 我們點了三文魚 然後今天就點了鮑魚刺身 但我覺得是一般魚 之後就一定要再吃多次生蠔和蝦 真的太鮮甜了 然後媽媽就想再吃多次虎蝦 但是今天的尺寸就沒有那麼大 而且沒有那麼爽甜 好了 我不客氣了 吃東西了 吃完東西我們今天就會去Bondai Beach 我現在還沒想到乘Uber 還是乘客交通工具 待會去到Bondai Beach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 開餐吧 最後我們選擇了乘巴士來到沙灘 你看這幅畫多漂亮 聽到一些風聲 看著海浪 敢不敢受到那種震撼和寫意 還要你看看 旁邊這裡是一個泳池的 我現在身後面 就是Sydney 很出名的Bondai Beach 剛才我拍過給大家看 下面有一個水泳 水泳是這裡非常非常出名的 今天不夠大浪 如果這裡很大浪的時候 它是一路湧上游泳池 是非常壯觀的 這裡真的很漂亮 我的朋友跟我說 其實這裡附近有很多餐廳 可以在這裡吃個All Day Breakfast 看著海浪 一天就很Chill 我也想有這個時間 但我真的沒有 我真的過來都好像一遊 在這裡多半小時左右 我只要坐車回去 酒店拿到機場 但我覺得無悔 我今天坐了一個多小時 車過來 如果大家都是這些夏天時候 一定要過來 或者澳洲最有名的 其中一個東西是 救生員 就是那堆帥哥的救生員 我打算一會不游泳 都下去沙灘 看看救生員 對 我又要摺回媽媽了 如果我來多一個星期 我想我應該曬到黑 曬到香港 大家都知道 我其實很喜歡 自己曬黑 我一定會陽光與海灘 這裡真的很棒 我想說 這裡的沙 超幼細 很幼的 一點都不粗的 這裡除了沙灘 還有一個會夜的叔叔 不是 其實旁邊還有很多不同的壁畫 大家可以拍照 打卡 其實這裡很漂亮 還有沿路有很多 你看看 英俊的肌肉 哇 我已經出動了我的金晶火眼 我真的找不到他們 我經常看那些電視節目 又說澳洲的救生員 很帥 又大隻 又年輕 又棒 又鮮肉 很可怕 其實我看了很久了 但裡面 只有人在看 那些電腦 全部都有穿衣 失望 但這裡 眼睜眼看上去 也有很多鮮肉 流口水 離開了沙灘之後 我們去了Bondai Junction的一個商場 去吃漢堡包 這餐就是這個旅程的最後一餐 特地來吃這個 Lobster Burger 有些薯條其實也挺一般的 我純粹覺得這裡的包裝很少女 所以選了這間餐廳 這間Burger 其實我覺得它的味道是正常的 不會有一些 哇一聲 很驚艷的感覺 但是麵包和餡料都算飽滿 吃得都算滿足的 這次的旅程在這裡 就正式完結了 多謝大家看了這麼多集的澳洲Vlog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我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禮拜都uprope兩條新片 逢是6日到3天 和7日到12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